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普大桥真的发生了爆炸 此时非同小可 对于这样的新闻 华哥想以此作为独家直播 鲜鱼翻身 借此时 打电话给上司 要求给他复职 并且上电视台直播 节目的开始 朴先生又打电话进来 要求支付21亿元的费用 作为广告费 在电话了解到 原来朴先生是一个建筑工人 30年前造了马普大桥 前年大桥维修 迎接国内大型活动 在维修时 有三个工人掉进了水里 可警察和救援队因为军事演习 迟迟没有来救 三个人的死 别说是补偿金了 连一句道歉的话都没有 借此暴动想让总统出面道歉 并以炸弹作为威胁 见不到总统就按下手里的炸弹 另外 告诉华哥里的耳机 已经安装了一个微型炸弹 在马普大桥发生第二次爆炸 他们决定请求上级领导 可他们等来的却是厅长 厅长站在国民的角度与朴先生发生了争执 一提之下 朴先生按下了炸弹 厅长被炸死了 吓得华哥不行 本想退出直播 可上司不同意 这时 博主出卖了华哥 以此炒作让新闻更加火爆 让华哥做替罪羊 诋毁华哥受贿 无语的华哥只能硬着头皮直播 总统迟迟未能赶到现场 侧颈根据电话定位找到了朴先生 应不遵守承诺 朴先生说要炸了一座大厦 话音刚落 大厦就被炸了 并倒向了华哥直播间的这种大厦 华哥也受伤了 这时 突然来电话了 说华哥受贿并让他自首 此时 朴先生又来电话了 告诉华哥 他耳朵里的炸弹是假的 让华哥抓紧逃 临走时看到电视上播出 朴先生已经在两年前死去 华哥意识到自己脱不了干系 为了脱罪并开始了新的直播 等着朴先生过来 一来二人扭打在了一起 最后 朴先生挂在了窗户上 华哥知道 原来他是朴先生的儿子 为父亲的死感觉到不值得 所以制造了此次暴动 最后 华哥本想伸手救朴先生的儿子 可是被远处的狙击手射杀了 朴先生儿子的死没有人能帮助华哥脱罪 看着手中的炸弹 面对这些无情的人按下了炸弹 故事结束 好了 每人一部好电影就介绍到这儿 我们下期再见